感谢天恩仕得 后学刚刚在台下听到我们阿兰杰讲的那一个小故事 就让后学很自然的想到 在优伯赛戒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他曾经不断的提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菩萨有两种 一种是出家的菩萨 一种是在家的菩萨 出家的菩萨要行种种道 他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在家的菩萨他就很难 难在什么 难在他有很多不好的因缘 在他的周遭所缠绕 但是在这么一个困难的情境之下 你在家人能够发菩提心 要走菩萨道 他就更为难能可贵 他的成就就来得更大 这是释迦牟尼佛在优伯赛戒经的时候 对于善生所提到的一些问题给予的回答 而这一段的话也相当明确的点出 今天我们一贯到弟子的修行的这条途径 因为我们是在家修行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确实存在着很多难以告诉别人的那种苦楚 有家庭的因缘 有精进的因缘 还有种种其他不为人道的一些的事情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断的牵缠 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要决心走修行的路 而这一条路上会因为突如来的一些的挫折 让我们觉得混沌难安 但是也因为他很难走 所以一旦我们走到路的尽头的时候 你会发觉自己这一生没有白白虚耗光阴 效忠的佛堂在一年之内 应该讲是一年 因为去年的十二月的时候 我们到场损失掉了血沽 一个清修一生的人 在今年的时候 我们又走掉一位大德张经理 这两位前贤都没有在家因缘的缠绕 这两位前贤都用他们一生的岁月 去告诉我们修行的一个可贵 这种可贵能够让他们毅然决然 抛下一般世俗人所向往的那种生活 那我们有我们的家庭 我们有我们过去生因缘的缠绕 我们或许不能够像这两位前贤 一样的放手大胆的往前走 但是最起码我们要去记取 这两位前贤所留下来 给我们的那种精神的感召 那就是我们不能放的 我们也已经适度的把它置之于脑后 那在这样难舍能舍的情况之下 我们决心要走修行的路 我们有没有让自己的那颗心 一直藏住在里面 已经很快又到一年的结尾了 一年有开始就会有结束 这个生命这个肉体它有开始 它也有结束的时候 时间会有变化肉体会有变化 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那颗心 所以当前贤的逝去的时候 或许会带给我们一些伤感 或许会让我们有那么一点点的难过 以及感慨 但是那个都不重要 因为期许的激动 它会成为过去的 你唯有要把前贤 他们一生所示范出来的 那一种的典范 我们刻骨铭心的记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或许佛堂没有开班 但是我们依然保持着精进的心 然后几位前贤好友聚在一块的时候 我们用一些正确谈话的内容 来什么 来让我们修行的路 不应佛堂的课程的中断 我们就好像画上一个句号 你让这一颗心永远维持在 修道的那种热忱里面 我们师母老大人曾经讲过 学道的人一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做一个修半道的一个功夫 那么这一生成道是有余的 这以我们大圣金刚经 现在经典研究班 已经进入到师生谈道路 今天上完课 我们要接续休息两个月 在下一次见面 中间就间隔三个月的时间 希望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能够保有我们的道心 我们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作息 不要去沦为社会一般的什么 一般的所谓的那种习惯 我们要记取前嫌的一个逝去 它是让我们有更大的震撼 那就是生命存在的时候 你可以有很多的安排 但是当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你就只能带着你这一生所做的点点滴滴 回天什么 面目交直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过去 这一年里面归空的两位大德者一样 我们能够满载而归 当我们要回去的时候 我们没有那种怨恨 后悔莫及的心态 不会因为自己戳脱光阴 而有太多的一个懊恼之心 那1月4号是张经理的一个告别式 后学一向是这样看法 跟佛堂的课程没有冲突 我们能够参与的就尽量参与 算是跟大德者做最后的一个结缘 不是因为他是点传师 而是因为他真正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的范例 因为后学十多年前见到张经理的时候 对他的印象就很深刻 那种谦和 那种低下 那种柔软 那是与生俱来的特质 所以过去有肉身在的时候 有时间空间的一个束缚 一旦老人家撇下了这个色身肉体 他反而会与我们更为贴近的 你焉知今天他没有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一起参班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只要我们的道心在 我想那老人家就是心里面会很什么 会很感动 那才是真正回馈给他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什么一个印证 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 透过我们师征老大人跟他朋友的对话 谈到读书的一个目的 过去的人教书啊 受课者 他的真正的动机在哪里 是希望帮助那个有心要来学习的人 让他们明白是非善恶的一个什么 一个分辨 他能分辨之后 然后能够责善不止 过去的老师开门授课 教给学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是要执行合一的 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 我们看眼前我们的一个社会的教育 是为了什么 我们眼前的一个社会教育 跟过去所教导的 是完全不一样 包括老师的动机是错的 包括为人父母给儿女学到的观念 也是有偏颇的 我们告诉儿女 你们要好好认真读书 因为你们书如果读的不多 将来这社会上面 就没有跟别人一针章 什么高下的那种技能了 换句话说 我们为人父母的教导给儿女的 读书的观念也是错误的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所谓的 晋升的工具 当作一个博取名利的一个手段 那至于在课堂上学的东西 内容怎么样似乎不太重要 所以随着今天 大家的教育越来越高的时候 可是我们的道德水准是低落的 社会的动乱是一天比一天要来的加剧 它真正的原因就坏在 学习这些书的时候 当学生的时候 把方向给弄拧了 所以古时候教书的是这种动机 求学的也是学一个做人之道 这个做人之道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你的角色的扮演是不一样 我们在读大学不是有讲吗 自天旨以至于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其实那个修身为本 是你各有为人之道的 你要把你自己分内的事情 做得圆满 所以君进城中 父慈子孝 兄友弟公 与国人交要以性相待 这是我们在读圣贤书的时候 希望能够做到圣贤的行为 所以过去的那种古老的私塾教育 八股教育 我们认为嗤之以鼻的 认为他赶不上时代潮流的 可是在那种教育体系之下 受过那种文化熏陶的人 他是知所畏惧的 有备于良心的事情 他是不敢胡作妄为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教书的跟读书的 两个人都把自己的方向 给弄你了 所以我们才看到 目前在社会上 闹得最轰轰烈烈的 就是跟我们吃素人 最有关系的 连豆制品的东西都能够放入毒素 那种专有的化学名称 我想不仅仅后学不知道 在座的各位前嫌 懂的人应该不多 他们为什么懂 因为父亲跟儿子 过去在学校里面 就是攻读化学的 换句话说 他们是有一个高等学历 在背后支撑的 他是树叶有专攻的 但是他专攻之后的目的在于哪里 以他所学得的技能 去谋取不当的利益 而这种不当的利益 是建筑在什么 谋财害命的情况之下 因为那是强烈的读书会自癌的 这个里面如果父亲了解 读书为了学做人之道 儿子偏了 行方向不正了 他能够适时的加以扭转 就没有荼毒天下人的 这种事情发生了 如果做儿子的 明白一个道理的时候 他能够规劝他的父亲 又何至于今天 父子两个人都要去吃牢饭了 家门要蒙羞了 父子两个只要有一个 保有他的良心的时候 这种错事不会产生的 他不会制造出这么多 社会的一个恐慌的 不会让那么多的食物 最后必须要加以焚毁处理的 抱枕天物啊 这个所造的祸坏 各位钱 那奇己是 你赚个几千万能够弥补下来 所以为什么人很容易失掉人生 因为在保有人生的时候 没有正确的人生的方向 没有立地一个正确的生命的价值观 随波逐流 人云亦云 一昧地向前看的时候 最后迷失了本性 你就丢掉了做人的资格 而这一生凡所有为他所害的人 下一辈子冤家入宅了 所以人这一生所受的痛苦 他都是其来有自的 后学在这篇的报导里面的时候 我也接收到一个讯息 后来才知道这个讯息在去年就已经网路上就传 那因为都是豆制品 所以台湾的讯息又带动了大陆的一些消息 也往外流传 后学蛮喜欢吃臭豆腐的 那个味道臭得很香 好像我们上一次上课才吃了臭豆腐 结果前天看到新闻报导 大陆上现在讲求臭豆腐要臭得够胃 要臭得什么 让人觉得那种无与伦比的那种心态 所以他们就不再沿用我们现在制造臭豆腐的方法 过去制造臭豆腐 他有用化学原料 大部分是用线菜 或者用一些臭鱼烂虾的壳有没有 去熏出那个味道来 他们直接用米田共 大便 人类的大便 然后加上硫酸芽铁让它分解 收集了很多人类的粪便 然后加入化学原料 然后把那个豆制品放在里面浸泡 那可是臭到家了 各位前嫌 一百多家 现场抓到 击合人员进到现场的时候 简直是臭味刺敌男人 不知道那个黑幽幽的是什么东西啊 仔细一看 原来都是粪便 那为什么是远在海峡的那一案的事情 会让后学连台湾的臭豆腐都不敢讲呢 因为人很奇怪 现在的人学好的很难 学不坏不好的有没有 他很快 那万一有一天 也有这么 我们讲丧心病狂的人 把这一套制造臭豆腐的方法 沿用到我们台湾的时候 各位前嫌 我可不想从我家化粪池丢出去的东西 又把它回收过来 这是活生生的例子 坏人不仅仅只有停留在台湾 也不仅仅只有在海峡的那一案 所以到末法时期 真正能够力挽狂澜的 它是在于什么 在于圣贤的一个教育 而不是我们学校的教育 学校的教育 已经失掉它原本的一个功能了 你去问十个 大概有八个回答你 读书就是为了赚大钱 读书就是有一技之长 赚大钱我才能够享受人生 多半的年轻人都是给你这个答案 没有几个人读书是为了精士致用 为了谋求造福于人类的那种本领 很少了 所以当我们在读圣贤书的时候 却不能够行圣贤书 各位前嫌 那就枉费我们读书了 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来佛堂参班 研究道理的目的在于哪里 也无非是借由 这个所谓的佛堂一个圣贤的教育 让我们能够找回我们流失的本性 所以我们不断的在佛堂上 跟各位前嫌叮咛这一句话 佛法是以人道为基础 谈人道就是你任何一个角色的扮演 你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的 而人道要怎么样 才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做得圆满的 在于你能够以佛法作为最后的依规 而那个佛法的内容就是无我 无我你就无私啊 无私就绝不可能为了谋求一己之力 我却伤害到别人 我们就不用担心有一天福尽或到了 不会 在日常生活里面按部就班 依着良心去立身处事 我们能够安安稳稳的度过每一天的 我们能够在大县到来的时候 我们因为无所愧于天地 我们能够含笑而终的 所以研究了这么多的道理就无非落实这两句话而已 所以曾经提过嘛 蛇入管则止 我们从小来到人世间 怀到怀抱着一个善良的本性 在后天的环境的熏息之下 不知不觉地欲蓝变蓝 欲黑变黑了 对不对 我们有了各种脾气毛病的袭染 到我们有缘的时候 发心走入道场 就希望借由真理的一个洗涤 真理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进化 让我们那些扭曲的个性有没有 能够鉴刺的把它修正过来 那是我们学到研究道理最终的目的 那问题能不能受益在于我们的态度 我学到的时候有没有够专心的 或者我人在这里 我心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飘摇 或者我在听的时候 有没有用正知见 所谓的正知见 我没有错解经文里面的意思 我能够往正确的方向去思维的 有的人听道理 可能累世的一个因缘吧 他重点都听不到 老是听到那个无关紧要的事情 然后正确的感悟不出来 那个不对的一个想法 总是不由自主的有没有 在他的脑海里萌生 这都是累世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因为没有正思维 他就没有正知见 也因为没有正知见 他就欠缺正思维的能力 他的思考是偏颇 所以不论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错误的修行 现在我们重新在展开这一身修道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是有机会把它扭正过来 英雄不怕出生低马 过往种种 譬如昨日史 只是今世这一身的学道 一定要让自己清清楚楚 正确无额啊 过去前邪们总是喜欢 抛出一个问题来 或许在各地的佛堂都 听到这样的一个发问 我到底有在听 听完了我就忘了 怎么办 古德告诉我们 这个古德就是王阳明 王先生讲的 他就说啊 只要你晓得这个道理 在听的当下 你已经受益了 你明白了 你何需要把它记得 不需要记 同样的 今天我们在每一次的开班授课 我们讲仁义说道德 我们用外面的所谓的经典 来印证我们的明师意识点 告诉我们 这意识点代表 人人皆具善良的本性 出班以后 就应该率性之味道 依循着自信 去多做一些 与人为善的事情 与人为善 就不会伤到我们自己啊 所以你明白 这个道理就好 你不需要把这个经书 里面的点点滴滴啊 张具 全部要把它背得 滚挂烂熟 不需要 那就交给某一些人 所以某一些人就是 他肩负着要去什么 要去残阳道理的一个责任 把这些的事情 就交给那些人去负责 你只要明白就好了 明白 然后在生活里面 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这样子就达到了 我们参班研究道理的目的 要不然 就算记了那么多的经文 所谓学父母居 但是对于这个 调制心性的方法 却全然没有任何的把握 那读了再多书 寄了再多的文具 与我们自己本身 没有任何的一个帮助的 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老菩萨不要担心 我常常听啊 但是常常都没记忆 那是净净的 因为我们有肉体 就有肉身的束缚 我们脑部会退化的 你的灵性是没有退化的 活着受到色身肉体的一个束缚 不能够彰显它的功能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所有这一身的东西 它是过而不忘的 它就完完全全就带回去 带回去将来又再带来这个人世间 成为我们下一辈子 修行学道的一个基础的 所以不要气馁 不要为了眼前我记不住张具 而觉得苦恼 完全不要 坦白讲后学从来不记的 我从来不被经的 我从来刻意不去 不去刻意记哪一段经文的 只是反反复复在看的当中 去了解这段经文 圣人到底在表达什么 用这段经文来进行一个回光反照的 然后到下一次 有类似的内容需要阐述的时候 就想起曾经在哪里 看过这么一段经文 再把它拿过来重新阅读一下 如此而已 那你为什么记得曾经在哪一本书上看过呢 因为在看的时候不是眼睛掠过而已 而是真正的用那个经文的内容去省思自己的内在 有过那么一番挣扎 有过那么一番进化 对于那个经文存在的一个位置 我就记得很清楚了 是这样在学到的 所以道理是要解心 心明白道理就融会了 如果只是揣摩 这个经文讲什么 把他的东西拿过来背 跟你在心上面真正用过功夫 所得的结果 各位前仙 他是截然不一样的 或许在课堂上跟各位前仙分享的 都是自己的心得 自己在学到的过程里面的那种挣扎 所谓的挣扎 就是佛魔的一个交战 后天的行系 跟自己所了知的道理 产生的冲突的时候 那一种想要割舍割不断 割不断 然后心就乱的那种情境 跟各位前仙分享 如此而已 我们要做浴火的凤凰 我们就要有那种被火 焚身的那种承担痛楚的那种 心理准备 所以要多清净善知识 要多清净善法 因为那是我们 先仙挺过最后一段路程的 真正力量的一个来源 永远不要探高看的自己 我自己都会做 不要 学到的过程要有道办 找一些道办 作为我们修行的依注 他不可耻 而且是正确的行为的 他就能够借由这样子的 慢慢的学习里面 去累积我们的心得 然后让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自己 解心 解你自己的心 我们的心 如果你能够解开那些结 你就有能力去解别人的结 所以活佛恩师他曾经有过这样子一个期许 这是老师讲的话 希望每一个一贯道的弟子 在读圣贤书的时候 你的目标在哪里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你就心里面要什么 要那种泰然自若的那种心理 你对于外在的虚花甲井 没有过多的一个贪恋 你没有贪恋才会把得失之心完全给扫掉 人如果没有得失之心 人如果没有多余的欲望来牵惨 心里面是很逍遥自在 所以老师说像红虎 红虎就是大鹏鸟 我们现在看不到红虎 我们看到的是老鹰 可是老鹰跟鸽子要正式高飞的时候 你看那个气势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学那个大鹏鸟 我们要学那个老鹰 要有凌云之质 你要什么 入闲关登圣域 不要以眼前的些微的修行的成果 我们得少为主 然后就化地自现 刚刚我们唱圣歌要发心 求到立愿的时候是发心 而后是怎么样这一颗心 能够长住 安住在那个真如本体上面 不要让它退转 那是我们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而那个方向推动的方法就是你的宏愿 而勇于去责任承担 所以奸善天下 责任承担 修道很辛苦比半道还要累 因为半道它有开始它有结束 今天我们开班我们聚在一起 到了中午用完餐我们就逼班了 这一天的工作就没有了 半道似乎在这个地方画上一个暂时的句号 但是回到家呢 回到家里面 行住坐卧 那不都是跟那自己要相为伍吗 那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的起心动念 我的言语 我的造作 有没有背离良心本性 所以修道才难呢 因为修道从来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过去生如此修 现在生如此延续 到未来生也是继续下去 一直到成佛才能够真正的概观论定 而这一路学的过程里面 各位浅浅 英雄的格局 这个英雄不是什么 世间的英雄 天上天下真正的英雄是佛 所以你看佛的大殿叫做什么 大雄宝殿 那是真英雄 那是大英雄 世间的英雄还不够 他积的是人天福报而已 他造福的是有限的人类 要做佛的这种大英雄 各位前贤 那才是真正奸善天下 所以气宇先昂 磊落千起 你的胸襟要干净 你的抱负要远 天助自助正 我们期望上天 要能够给我们有所协助 让我们在修办道的路上 能够一帆风顺 先前的一个大目标 是我们要自己能够站得起来 我们自己不要放弃自己 一个自暴自弃的人 你是得不到任何人的一个帮助的 好 所以这是我们在三堂课 所学到的一个内容 接着我们进入到第二章 讲圆证 所谓的圆证在这个章节里面 老师就提到了 他的朋友问他 为什么我们老师在讲道理的时候 一下子用儒家的来印证佛家的 用道家的来印证儒家的 为什么要三教的经典互相做一个印证 这个叫做圆证 圆就是拿他的道理来证明这边的一个道理 于是他的朋友问 子之至上语 你的志向是很远大 是很高尚 但是你所说的内容都圆辱入世 你用儒门的东西 用孔圣的东西来解释佛门的东西 而你又常常在谈因缘妥报的一个内容 这个好像不是一般儒门在讲的东西 为什么 于是我们老师就讲 他如与世道 这三教体同用意 这个用意各位前贤 我们在道场上已经研究过三教经典 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个概念 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整理 这些的内容你们书上都有 这本书在整理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讲稿内容全部放进去了 省得大家抄得很辛苦 你看我们儒家在讲什么 儒家讨论的是人伦道德 你做人该有的规矩 那个叫做礼法 儒家的礼就是佛门的戒律 而你做人的规矩 就是你修行该守的一个戒 前贤人或许会认为 佛家的戒好像不是如此 那是因为您没有读过 在家优伯塞戒经 你去读在家优伯塞戒 他的六度波罗蜜 他是第一个要你勤陪的是恩典 你要回报父母之恩的 第二个你要报敬田 敬田就是你一路学到的过程 那些善知识或者那些有德的人 第三个叫贫穷田 贫穷田叫做悲田 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透过三师去帮助那些经济环境 比较弱势的一些的朋友 他第一个就把父母摆前面 就把你的老师摆前面 你这个如果守不住 你的六度波罗蜜没有做好 布施度是有欠缺的 所以你看他跟儒家讲的 有没有雷同的地方 一模一样 所以儒门强调 为人子不孝者 必不忠其君 所以过去为什么讲 做人要忠孝两全 忠孝不能两全 什么 舍孝要敬忠 那是大忠 我们一般的孝是叫做小孝 你能够敬大忠 你能够敬爱天下 你的父母就能沾光 那个叫做敬大孝 一个人最基本 立身处事的孝字都做不好 他对国家不会敬忠的 父母跟他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他尚且不能掏心掏肺 请问你 天下国家的人 与他何干啊 立相符合的时候有没有 他聚在一块 当利益有冲突的时候 他就只顾着自己眼前的利益 他就罔顾别人的安危了 那跟这样的人 你不能做朋友的 不善其友不敬其手 这种人交朋友 什么时候他会反目成仇 什么时候他会两肋插刀 插在你的身上 你很难讲 所以后学历来的时候 后学选择自己的善知识 我第一个观念 不在于你的能言善道 不在于你的才学八斗 而在于你的孝道 就是因为过去 在读儒家的东西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观念的扎根 后学教导自己的儿女也是 你交朋友要交那种 对父母有孝心的人 这一种人 他才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这一种人跟你相为伍的时候 你才能受益的 为什么 他的磁场是正面的 你跟他接近 就能够尽诸者赤 所以古德讲 人做端正的 你才是学佛的开始 你从哪里专正 从一个孝字开始 孝字如果做不好 你就谈不到其他的 所谓的欺德了 就从孝字入门 就可以去奸善天下了 那道家讲什么 道家讲一个修心养性 讲治国安民 那为什么老子 他会特重这一方面 我们知道老子跟孔子 是在同一个时代降生的 在春秋中叶 春秋中叶的时候有没有 我们讲整个天下是动乱的 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东周的末期嘛 周天子已经是名义上的共主 他没有实权 所以诸侯各自伶俐 然后权力大的 势力高的 就欺离那个弱国 去兼并 去并吞 然后拥有天下者 有没有 就惨一己的私欲 罔顾百姓的生活的一个 所谓的困顿与否 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老子有鉴于天下的百姓 生在水深火热 多么期盼上位者 有人行什么 行所谓人道的 行人道的上位者就能够爱您嘛 所以老子讲的道德经是从这个角度 把当时老百姓的心声完全讲出来 然后那个对于上位者的要求 紧紧急于上位者吗 我们不是常讲上行下效 风行朝野 你上位者做得好 你就能带动一股风气 所以老子是从这个角度去谈治国安民之道 然后实际上你要治国安民不也是你上位者的人伦礼法 你做好了没有 你的为君之道你做好了没有 上位者也有父母 也有手足啊 对不对 你如何恭敬你的父母 你如何对待你的手足 是足以天下百姓的什么 一个楷模嘛 所以看似老子跟孔子的入手点不一样 实际上他是殊途同归的 他是从上位者的行政严正 而带动黎民百姓的取法 那天下就能够太平安乐了 那儒家佛家讲什么 佛家的境界更高 凭良心讲 如果从儒门跟佛门 这两个角度去思维 佛家所教导的修行的境界 是比儒家要高的 实际上是如此的 因为我们在修儒门的东西 如果没有放眼天下 尖爱天下的那个胸怀 我们就有可能只有老无老 而没有以及人之老的 那么一个广阔辽阔的胸襟 可是佛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同体大非无缘大慈 叫我们能够什么 把胸襟放到包容天下的万事万物 然后要有这样的胸襟 难道不要从你最近的身边的事情 开始做起吗 你不要从你家里的老无老开始 幼无幼开始吗 你万丈高楼是离不开基础的 那至于因果之说 只有佛门在讲吗 对不起 儒门也在讲 大学里面后面就讲得很清楚了 第九章第十章就是在讲因果的报应 你上位者不端 对不对 节奏率明以报 明以什么 报来什么 对应 遥顺率明以人 百姓就以人回忆 这不就是因果吗 你话不亦之财是怎么进来 或备而入 必备而出 言备而出 必备而入 你自己的一言一行 会招来很多的因缘果报 那都是祸端起于自己 佛也是由自己造 祸也是由自己造 这也是因果 其实没有像佛门里面 有那么多的范例 给我们做一个警惕 所以佛陀也不过把因果讲得更为详细 更为完整 跨越过去 现在跟未来 告诉我们 不要忽略了轮回的一个可怕 我们只要没有出三界 我们必在六道轮回 谁也脱不了 既然一定要来 那么我们就要问 我这一生所修行交出的成绩单 到底在未来生 我来到人世间 我的定位点是在哪里 我是用什么样的面目 去迎接我下一段的人生历程 你一定要来 你不能不来 为什么 那是一股动力 欲界有你爱的东西 有你要的东西 财色明十岁 你爱其中的任何一样 很对不起 不要说出三界 连欲界你都出不去 答案就是这么 这么所谓的严苛 就是这么的残酷 讲得这么明白 也就是大家要有警觉之心 除非你的修为 已经把欲界的财色 明十岁 你都已经看破 跟放下了 你有可能不来 要不然你一定来 那再来的时候 这一生阿赖 也是 积存的好好坏坏 它会成为你未来行为的指南 真的 你会再一次的陷入佛魔交战的 那个魔就是你这一生 没有去掉的习性跟比性 而在我们再一次的陷入佛魔交战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战胜魔心 让佛性当家做主 就看这一辈子 你的自信抬头的机会有多少 现在我的天女胜过我的人心 有七分有八分 你不用担心了 未来生 那个人心也不过短暂的作用 很快又会被你降服 为什么 因为这段路程你已经走过 那如果这一生 自己交出的成绩单 不若自己想象中那么好呢 那我们就要戒慎恐惧 尘皇尘口 好好安排我们后半段的这个岁月 要怎么样去充实自己的内在 所以三教圣人不约而同 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谈修行就是一再的叮咛我们 不要用自己的个性去代理 后学虽然常常跟各位前贤分享我们的一些的圣贤的道理 但是也很惭愧 有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主观意识 有的时候讲话也很什么 也很严苛 讲严苛是客气的形容 讲科博应该是一语重地的 我常常省思我自己 我调整的都不够 太慢了 那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让我如此挥霍 如果我把时间定位成只有七十 七十二七十四 那请问你还有多少时间 没有了 我们没有像已经归空的大德者 天赋好的一个个性 用半世纪去牺牲奉献 学到的时间又短 内在的心性的修养又弱 如果再不好好把握后半段 程序的一二十年的光景 那这一生 其实等到二十年后话句点 还不如现在话句点 为什么 抽头光阴浪费时间又有何意呢 生命的存在不在于呼吸而已 而是我进来多少干净的东西 我为我的未来经营了多少有利的什么 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要渐渐用我们的修养去影响别人 当我们影响不来的时候 不把眼光看到别人的身上 认为是别人的过错 是想自己的什么 内在的修养不够 我们时时刻刻在一个逆境到来 都用这样的态度去省思自己 在那个时候 佛法对我们才产生了真正进化的一个作用 所以老师接着讲 他说如之门户 不假 世道以名高 孔圣所讲的东西 不需要假借佛陀或者老子的东西 来抬高他的身份的 不需要的 世道之风规 亦不假如以干欲 这个干就是求取美欲的意思 同样的佛门的释迦牟尼佛 或者道教的一个老子 他们所树立的那种修行的典范 也不需要借你如门孔圣的东西 来什么来博取世间人的赞美跟肯定的 不需要三教圣人 同样的高规格 同样的高标准 我们在人间有一个毛病 很喜欢假托别人的身份 来衬托自己的地位 所以店面里面你会看到 哎呀某某名人来这个店里享用 把他的照片照一照挂在那边 表示我的东西是真的美味可口的 然后如果我们今天跟某一个当权的人 有权有势的人 照了一张相片 我们就把它放大摆在佛堂的正中央 表示自己的地位也不容忽视的 要不然我怎么会跟这么有权势的人交往呢 所以常常在下意识里面 我们用别人去抬高自己的身份比位 学到人不必 我们用我们的心性去证明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修养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层次 同样的三教圣人不需要 他们不需要借着对方的一个成就 来什么来奠定自己的基础 不需要 他们本身已经是一个高规格了 本身已经得到世人的认同 他那为什么还要圆儒道 世道以入辱 他圆世道以入辱 你借用佛门老子的东西来印证儒门 儒故不受 不受就是他没有因此而增加丝毫的一点风光的 同样的 远辱已入世道 对于世道也不加尊 加尊就是抬高他的位置 三教圣人的东西 殊途同归的 不会因为你引用任何一教的言语 就让他有添加丝毫的一个光辉 不必 他的光芒已经万丈了 毫不欠缺了 那为什么还要把他借来讲呢 方便印证而已 他说历来明家有从儒入世道者 过去有很多古德 他开始的时候 他是走儒门的 多半都从儒门 我们举最简单 憨三大师 憨三大师早期的时候 他是儒门的 研究什么 研究圣贤之道 到后来有机会接触到 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经典 他就一头就栽入了 所以他用他过去研究儒教 研究道教的心得 去阐述什么 去阐述释迦牟尼佛的经典 发觉三教经典是融通的 这是一个很典范的例子 因为研究过儒门的东西 他或回过头来 因为身份的改变 再来毁谤儒门吗 不会 凡所有毁谤其他中门的修行人 各位前嫌 他的境界不高的 可以说没境界 因为一个学到人 最先开发的 就是懂得尊重别人 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尊重别人 不是只有遵照 那个位高权重的人 而是把礼尽的心 普及于一切的 连蝼蚁之类的 我们尚且不忍残害于他 尊重达到极点了吧 连没有生命的这个物品 我们都爱惜他 要物尽其用 够尊重他了吧 发挥了他的物质的一个特色 能够善尽他的什么 他的一个功能 这样的人 他会去批评别人 他会去讽刺别人吗 他会有门户之间吗 不会的 所以真正学到稍微有一点点功夫 摸到边的人都知道 他是平等现贤的 最起码对于不同宗门 对于不同的人 他不要口出恶言 这叫做尽德 尽人之德 尽物之德 这就是为什么 普贤十愿第一条 谈礼敬诸佛 而我们的十五条佛规 第一条谈尊敬先佛 都把敬摆在第一位 所以也有先生 试到 从佛门到家 然后最后有没有 专心去研究 儒门的东西的 起点不一样 到最后有没有 就归向不同的 所谓的中门去修行 那原因为什么 就在于这里 各有来由跟气呀 各有各的一个使命 实际上 你研究过儒门 再进入到试或道 你反而不会有门户之间的 你从佛门进入到什么 进入到儒门 进入到试 这个道门 你反而能够把 道家跟儒家的东西 讲得更为淋漓尽致的 这个叫做互相援正 每一个大德者来人 世间的视线 他有他过去的因缘 有他这一生的 一个使命的 物是强同云尔 不是每一个人 走相同的途径 这也是今天 我们聚在一起学到 我们各有 我们各什么 一个过去的因缘 所以这一生 我们在学到 我们要去补强的内在 是不一样的 我们欠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带修补的地方 不一样 但是共同需要 就是道理的一个明白 因为道理明白之后 你就如同有了一面镜子 可以看到哪里 零零角角 而要怎么去做一个修正 要怎么去做一个整理 这是我们聚在一起 研究道理 唯一的一个目标 把道理当成镜子 我们才有 关照自己的能力 而每一个人 关照出来的答案 他未必是一样 为什么 因缘不一样 你一定要 每个人都一样吗 谈布施 也不能贫穷老弱 大家都要财布施 谈无畏施 谈任何一种 大家都要一样吗 违必 各位前显 身份不一样 你行得到就不一样 你何必一定要 一样的 标准的规格 放在每一个人身上 那就是我们 不能去影响别人 不能去教化别人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 你不了解 各有来由根系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研究三教经典 因为我们要去接引的对象 他是三教圣人 各有来历的 你三教经典都懂 你跟他就容易契机 他是儒门来的 你老是跟他谈佛门 他对你的东西 就不能接受 他是佛门那边过来的 你老是谈儒门 他就总觉得欠缺那种 心心相忆的感觉 这个都是过去生 阿赖耶士 储存的记忆 所带来的那种的感觉 你要去成就他 你就要满足他的感觉 你要满足他的需要 不是我的需要 所以凡事都要考量到对方 所以我们师母老大人 就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刚好可以补强 我们天然师尊讲的 他说人的佛门根基不同 修持法门就有所不同 各位前 这个佛门佛门 表示说任何一个中门的修行 但是千门万教都以理为准 这个理就是天理 放在我们的身上 叫做良心本性 所有的宗教的圣人 都叫我们去寻回自己 天父的什么 灵民的本性 那叫以理为准 所有圣人的教化 都教我们要去以德福人 用熏习的方法去影响别人 所以不是用自己的能言善道 不是用自己的那种所谓的知见 然后任意的去攻劫别人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那是最恶劣的 所以当过去一段时间 有因为我们社会上某一个大奸商 对不对 贩卖油品 有人就把那个责任归咎到 另外一个佛门的大德子 我觉得那是很不公平的 龙生九子各个不同 一个家门里面 父母用心的在教化 尚且会教养出不同儿女的个性 一个修行的团体 你怎么可能要那个始开始 一开始教化的人 他担负起所有上上下下人的心性 那是不公平的 用严格的标准去衡量别人 那叫做刻薄 所以我们不可以有那种心态 我们不可以有乐 好像乐见他人 沉溺在苦海里面的感觉 希望别的中门被毁谤 那个心态都是不对的 因为你换过来 你希望别人这样说我们吗 不希望吧 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一人 所以不要分其别派 轻视他教 要同心协力不分彼此 不同的中门尚且不轻视 那今天我们聚在一起 要分你跟我吗 不要 是有次第 有轻重 有缓急 遇到事的后 以次第 轻重 缓急 来决定我们的方向 而不要去分 你是哪里的 我是哪里的 哪里都不属于你 为什么 因为空间是虚幻的 时间也是一个假象 在真如自心里面 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这两个名词 所以你要打破空间 带来的那种地狱的束缚 台湾人 大陆人 外省人 本省人 聪明的人 笨的人 有钱的人 散起来啦 那个都叫做分门别派 那个都叫做不对 所以同心协力不分彼此 做到隐恶扬善 因人施教 是天下众生为一体 是每个人都能够明明德 都能复明本性 最后都达到 觉醒圆满 至于至善的境界 就对了 这是我们师母老大人的叮咛 你看这一段话的 他的气势多么宏伟 他的胸襟多么辽阔 所以我们一直感怀 所谓天恩师德 谈天恩就是老母降道之恩 谈师德就是师尊师母 我们讲传道产道之恩 常常把天恩师德 放在我们的嘴巴上面 可是那个还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有没有省思到 我们读了我们老师师母 留下了这么多的 所谓的精辟的言论 我们有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要求自己见即旅即的 把他做出来了吗 有吗 这才是真正的怀什么 怀恩的方法 就像我们孝顺父母 父母走了 你天天在那边哭吗 逢季月我就去拜吗 就表示你很缅怀父母吗 那父母对我们的教导 对我们的叮咛 你有因为他的离去 你就抛住于脑后了吗 如果这样子 就算你在那个坟墓的旁边 架了一个帐篷 在那边去守坟守一辈子 他也不会高兴的 因为对于他往生的人 不能受益啊 那如果我们把父母的 一个叮咛一个期待 在父母走了以后 我们真正的去做了 去补我们过去 所不足的地方 各位前嫌 那才是真正的报答 所谓的父母养育之恩啊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各位前嫌 每一个法门都好 每一个法门 只要是上天降下来的 他都是应援一击的 因援不一样 你走入的法门就不一样 就像我们因援不一样 所以我们选择的配偶不一样 大家都选同一个吗 就像我们因援不一样 我们养育的儿女也不一样 我也希望养龙养凤 但是老是养出一窝的老鼠 夫妇奈何 过去是老鼠窝啊 是不是 你也希望能够攀原富贵 但是我嫁的就是这样子 又怎么样 所以不欠他人 自己去重新扭正 去创造自己的未来 那才是最重要 所以任何一个如理如法的修行者 各位前写 能修持者 邪能归正 魔能变道 所以不需要在门户上面 去分上下高低 而彼此应该什么 要能够真正的 去赞美别人 去肯定别人 乐见在这个末法时期 有这么多发心修道的人 跟我们一起来从事 进化原新的一个盛业 所以这堂课 跟各位前写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堂课继续 感谢天师德 谢谢各位前写